很高興在這邊跟大家分享TED STAGE 我是TED STAGE的執行藝術我叫Sophia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是不是TED 我不知道這邊有多少人有參與過TED 或是聽過TED 不過我在這邊跟大家解釋一下 TED它是美國的一個組織 那從美國開始做的時候到現在應該已經快要30年了 那現在在各地的分會都有 大概有7000多個吧 那剛開始做的時候主要的議題 就是Focus在科技 然後還有娛樂還有設計這方面 它主要的核心理念就是說 一個好想法很好的idea 它是值得被推廣跟傳播的 這就是它最核心的一些理念 OK 那什麼是TED STAGE呢 TED STAGE就是Follow TED它的一些模式 然後它的品牌準則來經營一個 就是在各部的那個大會這樣子 那這個會是由會員自行策劃 譬如說我們是TED STAGE 我們就會跟美國那邊申請STAGE這個分會 然後我們這個分會呢會選擇 我們想要分享我想要做的主題 然後呢來做這樣子的活動 那TED STAGE是在做什麼呢 我們把焦點放在哪裡 那剛剛有些就是這個 自我介紹的時候有講說 我們是Focus在綠能方面 那底下譬如說生態能源建築設計 生活並有去發展 這個是我們目前呢在做活動呢 會會主要去Focus的議題 那其他更多的部分是 可能之後會有藝術啊 教育啊文化這些方面 因為我們覺得說在綠色這一塊 它可以談的議題非常多 不光是我們這一代 可能是我們的下一代 然後也可能是跟我們的健康 跟我們的生活都是密切相關的 那我們接下來要做 做這個就是 為什麼要做這個這個事情 大家好我是放一個程式圖 為什麼放程式圖呢 應該是說我們對我們的程式呢 有什麼樣子的想像 那前兩天我才從日本回來這樣子 我喜歡每年都定期就是去旅遊一下 那看看別的國家 那我會覺得說我們生活在台灣 台灣這個土地非常的好 任命也非常的善良 可是很多東西呢 尤其在就是環保綠色這一塊呢 我們是好像不這麼的熱心的去參與 那對於公共建設跟都市計畫這一塊呢 我們的任命好像也不是這麼的了解 但事實上是跟我們的城市規劃 是這樣的息息相關的 像我個人就覺得說 我希望都市可以有多一點的綠地 然後讓人們可以休憩 或者說 我們不要有這麼多的車子在路上 然後很多的廢棄 然後影響我們的空氣 那這些都是跟環保密切相關 可能大家不這麼的去 去隨時注意到這些細節 但是我覺得都是 這都是值得探討的 所以我們就focus在城市這塊 綠色方面的議題 那這也是為了我們的下一代 雖然大家都還很年輕 不過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未來必經的路程 那我們想要 最主要想要推廣的一些人 就是以學生 然後環保人士 綠色相關產業 跟熱愛我們土地的人 那學生的話 是因為我們覺得 學生就是從教育開始 就是讓學生從小 就有這樣子的想法 一些好的想法 一些好的觀念 然後盡了影響到大家 那環保呢 環保人士就是跟我們 有息息相關的嘛 因為綠色是我們的主題 綠色相關產業呢 是因為我們公司呢 我們本身是做工店 也是也是這個 Tabstarch的贊助商 所以說我們希望 跟綠色有相關的產業呢 也可以說自己就是做綠色企業 這樣子的使命感 然後對這一塊呢 更盡心盡力的去 去做一些推廣 還有熱愛我們土地的 就是大家認同這個 有好的未來 然後有好的環境的人來參與 OK 那我們目前 每年呢 都會有講座跟聚會 講座的部分呢 一年大概會有兩次 然後大概是春季跟秋季一次這樣子 講座我們來參加的人員呢 大概是150位到200位左右 那聚會呢 會是比較以小型聚會 可能五六十個人為主 讓我們會邀請 一樣是邀請講者來分享 可是就會讓這一些來參加的人們呢 可以跟講者呢 有多一點的深入的交流 那我接下來就是我要說 我們現在這個 這個十月份的活動了 這個活動就是設計綠想念的活動 他十月二十六號 然後下午 就是早上十一點到下午一點 在海基輝大樓舉辦 那這一次我們邀請到 有關於設計類的講者 然後也有綠建築師 然後也有像是西門子就是 這樣子跨國企業期待 因為西門子他們現在轉型做 城市規劃設計這一塊綠能的方便 也是做得非常不錯 所以有請到他們公司人來分享 那大概就是以上的一些人這樣子 那這一次活動因為時間就是比較長嘛 所以我們有九位講者 每位講者是十八分鐘的分享 那我們有就是早午餐的部分 然後中間會有音樂表演的部分 那我們還提供就是咖啡跟一些小點心 因為怕大家就是肚子而無數之類的 對 欸就跑出這個 這個為什麼要閒餐 因為只要260塊 因為其實我們是非營利組織 不過我們講者 我們講者都是免費來為我們做分享跟演說的 但是我們是需要就是charge一支費用 來去balance一下我們場地心節肺的部分這樣子 所以不亂可惜 OK 那我們現在想要找的就是說 那聽眾目前我們大概有 有100多位的精英就是有報名這樣子 那志工跟贊助商其實是我們一直都需要的 因為我們希望說我們這樣子的理念跟想法呢 能夠讓大家去多推廣然後多來參與 因為我覺得很多東西它是必須要集合就是群眾的力量 然後大家來關心 我覺得這個社會才會變得比較美好 然後我們也才能夠就是說 有什麼樣的訴求也才能夠被政府方面重視 所以我們希望說有多年來參與這樣子的活動 好那最後就是說 這是我們上次辦活動的場地 就是大志台的機會 那跟自己一樣會在這個地方辦活動 那OK 最後就是謝謝大家今天 可以在今天這邊跟大家分享大志 然後大家可以在官網或是粉絲團 然後用搜尋大志就可以找到我們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也歡迎跟我 就是Sophia還有我跟我頒帛聯絡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